香港每年的选美活动吸引了不少来自世界各的女生参加 当中不乏混血美女 因她们拥有深的五官和亮丽的外形 轻易成为焦点 而且更是假热门人选 1984年香港小姐冠军高丽红便是最佳子 高丽红世中澳洲欧义混血儿 在参选初期已经被视为大热门 一口气夺得最上镜小姐和冠军 后来转战电影圈 遇上红金宝后决定退出目前 专心做红金宝贝后的女人 高丽红当选港姐冠军时只有19岁 首套作品就跟王祖贤合作比鬼捉 第二部电影是袁振霞和魏斯里 到了1988年凭电影东方兔英 或提名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虽然最终落败 不过此作令高丽红向动作女星方向发展 还败金宝为师 成了红家班的一名女弟子 想不到这 定改变了她的人生 当时红金宝与韩吉太太曹 欲结婚15年 欲有包括儿子红天明 红天祥 红天照 女儿红旭宇 结婚原因是红金宝在23岁时到韩国 做 当时曹恩欲陪她去酒店办理登记入住 不知和酒店员工要求曹恩欲证明身份才可以入住 则离开 结果一怒之下 红金宝说曹恩欲就是她老婆 一日二人注册结婚 可是这段婚姻于1994年就述 红金宝曾经在访问中自爆因贪玩 经常偷食 家与曹恩欲各种大吵 二人受够这种生活 才会 至离婚 回复单身后 红金宝与高丽红不久辩解 高丽红决定淡出娱乐圈专心做红金宝背后的 人 当时曹恩欲深的红加班敬重爱戴 红加班人 都对红金宝与高丽红这段婚外情表示不满 并 她是博作女主角才靠上红金宝 不过高丽红却 对红金宝是真情实义 而且红金宝离婚后 两人 走在一起 未必免外界说自己是后母偏心 高丽坚决不生育儿女 所以四个子女与高丽红的感 很好 一直尊敬孝顺 红金宝曾自认脾气火爆 爱 脏话也爱骂人 但老婆高丽红一直忍耐 她每天 替老婆做爱心早餐 更扬言 老婆就要拿来疼 高 红更加是红金宝的全能秘书 因红金宝的英文 有线公司 高丽红一手包办她所有英文书信来 红金宝更称90年代去美国拍电影 剧本被台词说 白 全部是高丽红一句句叫 成功助老公冲出呀 今年已经57岁的高丽红 保养得相当好 这文不多 年陪老公出席电影界的盛会 大晒恩爱 其他文 星岛头条Ap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精彩内容 不瑞环